请为这座龟角城市的潮州卤水文化和猪脚饭 以及用将近30种香料炮制而成的拉萨 观赏吃力的武功所成就的简单零食 和销量好到全年都要卖的月饼 然后在猪肉碎割螺面 猪炸汤割螺面和叉烧割螺面之间 一路打听割螺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贤滩吃路线星期日晚上9点 铺长茶果路线 北上南下又东征 看看红色 白色 青色和墨绿色的茶果 甜与咸的丸仔板 吹蒸30个小时的甜板 比九层高少两层的七层板 素白一身和粉红到底的鸟仔板 圆筒形状的油瓷 三角形和线桃形的板石 以及圆圆的油堆子等等 阿贤滩吃路线星期日晚上9点 为什么单是一个马来西亚 拉萨的风貌可以千变万化 截然不同呢 从一碗简单的虾汁拉萨 华人非虾膏不可的拉萨 有泰国血统的拉萨 新村原始版本的拉萨 鸩鸩蛋和牛肉丝猪肠粉拉萨 老潮州咖喱拉萨 马来三豹鱼拉萨 到大虾版本的火焰拉萨 就是为了找出拉萨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贤滩吃路线星期日 最多人吃油水海鲜 如团囊虾 琵琶虾 虎虾 和花蟹等等的大排档 也有最多人喝下午茶的街道 最丰富的鸳鸯家族 最不用本的水炖嘎亚 最奇怪的鱼生锅贴和瓦包鸡饭组合 最深入民心的海底燕窝 那西姑宁和各式梭豆 还有更重要的是 最超高人气的生肉面 真正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呢 阿贤滩吃路线星期日 阿贤滩献后面 阿贤滩献他